各位委員專家好 花先生 我 花先生感謝你 多年前你的指導跟照顧跟體貼 所以我今天還可以繼續站在這裡 珍取我們這些反擴欠居民的權益 為什麼要徵收到這麼大的面積 為什麼不能讓現在目前還想要剔除的居民 還沒辦法剔除 各位委員 一個航空城真的他需要的面積 只有四百多公斤到七百公斤 為什麼會徵收到這麼大的地方 長榮一直在擴建 緬雄也一直在擴建 為了什麼 這個我們大家心裡都知道 我希望各位委員專家們 拿出你們專長學者 不要當橡皮圖章 徐教授老師自己在講的 很多 花老師您的書我也看很多 那我們希望我們品質熱舞 我們自己的專長跟良心 我是會住在一個海口裡 東龍凱越軍品社區的居民 我是來這邊要榨根的 我也不知道 我從小就在台北長大 我完全不知道有航空城這件事 我是進來之後 許伯任先生帶我進來說 可以看 可以來看 來發言說你的心 心要不要被動 你的房子要不要被徵收 我才踏進來這裡 我踏進來這 沒想到我第一個認識的 就華先生您 謝謝你 讓我知道增長 這幾年增長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知識跟見識 所以我希望各位學者專家 交通部拍藥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要這麼大 希望能夠品質你們的專長 你們的一點一筆一畫 是我們這些居民的 身家財產性命生存工作 我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你要開發可以 你有需要用到這麼大的地方嗎 真的需要嗎 少數的居民 這麼卑微 這麼卑微的 一直在請求 各位專家委員 來讓我們剔除 來讓我們 不要變成破千戶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對你們這些專家委員來講 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對於我們這些居民來講 我們走了幾年 華支長 你應該知道 我是一個癌某的人 我在跟他比氣場 他曾經在會議裡面詛咒著我 等癌症呢 為什麼不趕快去死一死 為什麼還在這邊抗爭 包括包工局 捷運局的兩位小姐 華支長 如果你是我 你聽到了會有什麼感受 我只是爭取我的權益 我97年才搬過來 剛剛 一座有講 一百零二年畫進去 我一百零二年的三月看房子 四月簽合約 五月份貸款下來 又要作詢被畫進去 你們知道這種痛嗎 你們聽過這種事嗎 你們如果買房子 碰到這樣的事情 你們會怎麼樣 所以我希望 你們的良心 你們的專長 能夠用在 保護少數居民身上 謝謝 華支長 再次謝謝你們 好 謝謝